一射九日 很久很久以前,在世界最东边的海上,生长着一棵大树叫扶桑。 扶桑的枝头占着一个太阳,底下还有九个太阳。 每天天快亮时,扶桑枝头的太阳就坐上两轮车,开始从东往西穿过天空。 十个太阳每天轮换,给大地万物带来光明和温暖。 可是,有一天,这十个太阳觉得轮流直日太没意思了。 于是,它们一起跑了出来,出现在天空中。 十个太阳像十个大火球炙烤着大地。 河苗被晒枯了,土地被烤焦了,江河里的水快要蒸干了,连地上的砂石好像都要融化了。 人类的日子非常艰难。 神剑手艺决心帮助人们脱离苦海。 它翻过九十九座高山,跨过九十九条大河,来到东海边。 它登上一座大山,搭上神剑,拉开神宫,对准天上的一个太阳。 搜的就是一箭。 那个太阳一下子爆裂开,一团团火球到处乱窜,接着扑扑地掉在地上。 易一口气射下了九个太阳。 炎热渐渐褪去,易又伸手拔剑,准备射下最后一个太阳。 这个太阳害怕极了,慌慌张张地躲进了大海里。 天上没有了太阳,整个世界一片黑暗。 易想,没有了太阳,就没有了光明和温暖。 庄稼不能生长,人类和动物也没法活下去。 于是,易留下了最后一个太阳。 从此,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。 土地渐渐滋润起来,花草树木渐渐繁茂起来。 江河奔腾欢畅,大地上重新献出了勃勃生机。 好的,小杉可将同设计。 옆庈